中午的玩儿怎么还没刷呀 我找个孙娘娘了 可惜 可惜 马上来 来 坐吧 啊 走 好 好 来 好 小心 那还把玩儿洗了呀 整个好冷 哎呀 我知道 那冬天哪有不冷的呀 赶紧洗了啊 赶紧洗了 我们现在去大树烫我们家 晚上可能不回来吃饭了啊 赶紧洗啊 赶紧洗了 暗门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有句话说 就后落真情 小航这不可能 为什么 不合常理 所以 我不想要 对不起 喂 程老师 新年好 新年好 天哪 你在围演呐 你什么时候去的 那你呢 现在几点啊 刚才信号不好 好嘞 回来再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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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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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夕 你怎么回来了 健康呢 那我待会再向你汇报 我现在要先洗个热水一早 这是怎么了 值班呢 没事挺好的 可能过完年以后能让我回去一趟吧 您让我哥等着我 爸 您三十人晚上你们吃的什么 小夕 来 吃碗面条啊 我现在不想吃不饿 想去睡一会儿 全身都酸痛 这么烫啊 你发烧了 来 来 来 快快快 快去躺下啊 行了 你也走吧 为啥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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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你们下午想吃什么呀 我来坐 三十七度五啊 总算是退下来了 想吃点什么呀 喝点粥吧 我跟你去熬点粥 一点东西不吃不行啊 小黄 给你姐去买个西瓜 好 家里真好 真暖和 好 不 对 对 好 好吃 ad 你这一走啊 人家家的年呐 也过不下去了 那你说怎么办 那小夕要是不回来 在那硬撑下去 发那么高的烧 还挨着洞 还要干这干那的 后果不堪设想 风势性心脏背 那是轻的 我是担心呐 他俩以后怎么出 建国做事啊 是不对 可是你一说走就走了 那也不合适吧 在农村呢 一个儿子 连自己的媳妇 都看不住 那是挺没面子的事 面子 面子 面子重要还是命重要啊 小夕啊 你对他们家 做到这个份上 已经够不错了 不能我们光为他们考虑啊 他们怎么就不能 为我们考虑考虑呢 我最烦的就是 他们家这一点 小夕 他们是不是 问你孩子的事了 就因为这样 他们全家都对我 特别地冷淡 见过看他们对我冷淡 也就不敢护照 不敢对我好 妈 西瓜买回来了 怎么才回来 过年了 超市都提前下班了 那你在哪儿买的 一处莲花 一处莲花 一处莲花是什么地方 就是个超市的名字 在军月茂那儿 那个地方 在亚洲的薯条啊 是个大超市 小夕和简家呀 去过好几次了 吃 喝 玩 一天都忘不下来 孩子们喜欢那个地方 咋们呢 姐 谢谢 过去 小杨怎么了 这几天他一直这样 吃了饭呢 就把自己闷在屋子里 没事 一个男孩子 到了这个年龄 连个女朋友都没有 小夕啊 你坚持说是你不想要孩子 不是个事啊 就要何建国心里明白就行 这已经不是你和何建国 两个人的事了 那婚姻本来就不是 两个人的事 那您的意思是 照这样下去 我们就有可能 走不到头了 那就离开 别动不动就把梨子 放在嘴边上啊 是您自己说的 要不就离婚 要不就跟你们断绝关系 那前提呢 我的前提 是让你有个积极的态度 处理好他和他们家的关系啊 可是问题是我现在就是 处理不好我跟他们家的关系 你这孩子上了一阵 怎么不讲理了呢你 妈 当初我跟何建国 在一块儿的时候 您为什么就不能 使劲地说说我呢 说你能听吗 不能 都吃 没用的话别说了啊 吃完了早点休息 这几天在他们家 就没有睡个好觉 一觉起来 脚丫子都快去冰凉 好